大家好 现在是2020年9月27号周日晚上 22点02分西班牙时间 有一个人 如果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 他曾经影响过我们 我们应该很熟悉 这个人叫什么呢 高尔基 给大家聊一段跟高尔基有关的事 这个叫高尔基之死 1936年6月18日 高尔基死在一个女人的怀里 他是高尔基的秘书兼情人穆拉 几十年后 穆拉也死去 留下的秘密材料表明 高尔基死前吃了一颗寒毒的糖 投毒的人就是穆拉 如铁红颜 迷倒痛苦海艳 1919年 51岁的高尔基住在彼得格勒 彼得格勒就是圣彼得宝 此时的他已经写出了长篇小说 童年 母亲 在人间 以及散文名片 海艳等 作为无产阶级 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他已经享有了世界性的声誉 十月革命 胜利之后 新生的政权 打击反革命的运动被扩大 高尔基本人也开始受到监控 他的健康状况也不佳 因为初恋失败 他曾开枪自杀 结果子弹没有打到心脏 反而射中了肺部 此后 他便只剩一片肺液 又因为长期吸烟 导致他长期咳嗽 此外 他的第一任妻子 因为怕受牵连 跟他离婚 第二任妻子 也因为坚决反对他冒险拯救受难的文人 感情 接近崩溃 高尔基 悲愤 而又郁闷 有一天 朋友说 替他找秘书的事 有了结果 这个名叫 玛利亚 安娜列耶夫纳 尼称为穆拉的女人 汇多国的语言 他的丈夫 刚刚被迫害致死 他对知识分子满含同情 他仔细打量穆拉 27岁的他 外貌美得如一幅画 气韵深沉 如一首诗 高尔基 特别欣赏年轻的穆拉 面对苦难的淡定和坚强 于是将他留下 穆拉 既智慧又勤劳 性格沉稳 相处不到两个月 51岁的高尔基 就不可遏制的爱上了穆拉 于是高尔基跟妻子 结束了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 进而跟穆拉求婚 但穆拉却委婉拒绝 理由是他不确定高尔基 和他的两个孩子之间 能否互相接受 他说他自己有俩孩子 这个穆拉说 就这样 穆拉成了高尔基的情人 替他管理大家庭 和出版业务 八年梦醒 经文红颜事卧底 1919年12月 穆拉表示 表示 想念他留在家乡 爱沙尼亚的孩子 爱沙尼亚 就是波罗的海三国最靠北 离比德格勒 或者叫圣比德堡 很近的 要回家 要回家去探望他们 高尔基 也希望他将孩子 接到比德格勒 让他们之间建立感情 尽管当时苏联 跟爱沙尼亚并不通往来 是吧 当时的爱沙尼亚一战之后 爱沙尼亚独立了一段时间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后来1939年到1940年 又被苏联吞并 后来41年 德国人打过来 又被德国人占了 四年左右 三四年 后来又成为苏联一部分 然后苏联解体的时候 这三个小国又率先独立 死活不跟苏联人一块过了 高尔基仍然同意 他从芬兰湾偷越边境 1920年的1月 突然传来穆拉 被边防军抓获的消息 高尔基亲自前往莫斯科 甚至找到包括列宁在内的 许多领导人 得到的答复是 如果他不离开俄国 指的是高尔基本人啊 穆拉就得不到释放 1921年 他带上被释放的穆拉 以及大家庭 前往意大利的索兰托定居 索兰托好地方 非常美啊 在异乡 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这是1921年啊 可 1928年的夏天 过了七年啊 穆拉 突然消失了 高尔基 决定前往爱沙尼亚 去找他和孩子们 给他们一个惊喜 当高尔基 按照信封上的地址 找到穆拉的家时 那里没有穆拉 也没有孩子 高尔基还弄清楚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穆拉的老公 叫罗卡特 并没有死 他现定居于英国 住在英国 更大的打击是 打了一时间差 把高尔基的那些重要的信件 资料 都给偷走了 骗走了吧 种种种迹象表明 这是有关部门 为控制他 而精心策划的布局 穆拉 极有可能是 奇卡 奇卡就是秘密警察 就是后来的 克格勃 高尔基 一病不起 就是燕子 燕子 就是女性的色情间谍 男的叫乌鸦 此时 斯大林想建立 能控制全国作家的作协 作家协会 文联 工程师协会 少先队 共青团 希特勒青年团 希特勒女青年团 希特勒劳工团 纳粹德国的工程师协会 纳粹的控制社会 成立的各种组织 各种协会 跟苏联的和中国的 几乎是一模一样 大概在15年前 我听到一个研究德国的 一个社科院的学者 讲这个希特勒的 这些组织的时候 我就当时就联想到 跟中国一样 几乎是一模一样 当然这中间有个连接 是苏联 于是 他想建立控制全国作家的作协 于是 多次派人前往意大利索兰托 探望高尔基 并动员他回国当作协主席 斯大林还在莫斯科 挑选了一套豪华住宅 作为高尔基回国后的住宅 并要求高尔基 为他写一本 歌功颂德的传记 高尔基的周围布满了特工 一举一动 都受到了监视 这应该是他回国了 他没直接说 高尔基应该是回国了 说到高尔基 我想到一个人 谁呢 老舍 其实1949年之后 老舍当时在美国 他其实如果想点办法 也能不回来 但是也是一个女的起作用了 那个女的叫赵清格 赵清格当年就是周恩来 介绍给老舍的 成为他的秘书兼情人 同时他们俩一块 写剧本啊 写诗歌啊 写一些文学作品啊 可能没有诗歌 对吧 所以这个穆拉 穆拉就是苏维埃俄国版的 苏俄版的赵清格 赵清格就是中国版的穆拉 1935年被软禁多年的高尔基 迟迟不动笔写传记 斯大林让部下警告高尔基 警告 警告得有行动啊 于是契卡们就是克格勃秘密警察 让高尔基的儿子死于非命 这还不容易吗 制造个车祸 制造个心脏病 是吧 这很容易 遭此重创 高尔基的精神状况急转直下 你不不写吗 是吧 其实你已经是人家的龙中鸟了 对不对 这不是郭摩若倒是没有这么别别扭扭的 郭摩若倒是心甘情愿的写了多少歌颂型的文章啊 结果他的儿子照样死于非命啊 文化大革命 对不对 然后1936年的6月1日 他到墓地探望儿子 回来便开始咳嗽发烧 下一章节叫爱他至死 演绎最大浪漫 6月3日 6月1日 他去墓地 去看他儿子了 他儿子已经死了 回来就开始咳嗽发烧了 这有可能是下毒了 也可能是他心情不好啊 或者那墓地比较冷 因为他岁数必定不年轻了 6月3日 高尔基模糊中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 似乎是穆拉 高尔基不愿睁开眼睛 不愿看他的面容 但穆拉却在他耳边忏悔 原来出生于爱沙尼亚的穆拉 很早就被培养当特工 10月革命后 他跟丈夫罗卡特潜入苏维埃俄国活动 被契卡抓获 他是敌方的 他一开始不是苏联这方面的间谍 他是敌方的 那爱沙尼亚那小国应该是被德国控制的 这个波罗的海三国比较亲德 可能是德国那方面的 被契卡抓获了 契卡看他有倾国倾城之貌 又会多国语言 便以罗卡特的性命为要挟 以他老公的性命 你不从了我们 就弄死你老公 要他去色诱高尔基 掌控一切动态 但随着进一步的了解 他真的爱上了他 这让他很痛苦 而契卡们却如鬼魅般在他周围 他只好选择离开 1936年6月初 隐藏在英国的穆拉 得知高尔基遭遇丧子打击而病倒 再也无法保持沉默 他想向他解释一切 跟他说对不起 高尔基终于睁开眼睛 里面有原谅 也有了息迹 有了希望 还想活下去 自从高尔基病重后 斯大林恼怒于高尔基 对他的蔑视 让你写 你别不写 对不对 你看江泽民传 就是一个美国人给写的 那个美国人除了是作家 他也是一个银行家 一个投资家 大家就明白了吧 是吧 想借此次病危 不留痕迹的将他除掉 契卡们 见穆拉不请自来 本来已经从牢笼逃出去了 你还能再回去吗 一只鸟儿 从笼子里飞出去 然后又作茧自负 自投罗网 难道是为情所困吗 不应该吧 还是不理性 是吧 但是人是感情动物 当穆拉向高尔基 倾诉完中场 推开卧室门 走出来时 特工头目 在门外等着他 他给了他几颗糖果 说 要么 你把它吃下 但高尔基还是要死 这是毒药 你吃 你死 然后高尔基还得死 要么 你让高尔基吃下 你可以活 穆拉 是将生死置之 度外 才到莫斯科的 他没想过 可以活着离开 可为了挽救高尔基 他接下那些糖果 好拖延时间 当时 高尔基身边 有两个职业班的年轻医生 穆拉 万没想到 主治医生 叫亚克达 也是个气卡 也是特务 18日凌晨 两点左右 他趁他支撑不住 睡去 哄骗 半夜醒来的高尔基 将糖吃下 高尔基马上心力衰竭 看了吗 心脏病怎么制造出来的 但 穆拉被惊醒 冲到床前 但高尔基已不能言语 他的表情万分痛苦 又万分的迷惑 二十三十分左右 凌晨二十三十分 两点半 高尔基停止了呼吸 高尔基去世后 国际国内的知识分子们 都以各种方式 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 再拿穆拉开刀 只会引起更大的骚动 斯大林为挽回颜面 1937年12月 三个医生中 一个被判监禁25年 另外两个被处死 这不跟金三胖一样吗 是吧 拉不出屎来赖茅房 然后还得找替罪羊 穆拉后来成功的逃离了苏联 隐居英国 此后 他促成了高尔基许多著作 在西方的出版发表 包括长达四卷的克里姆 萨姆金的一生 这本书高尔夫 不是高尔夫球啊 高尔基 前后写了20年 1936年后 他成了穆拉的伴侣 依靠他 他反反复复的回忆 跟高尔基的过往 直到1974年去世 他又活了38年 小的时候我们常开玩笑 说高尔基有个弟弟 叫高尔楚 加起来是基楚 是吧 高尔基现在很多人 都把他忘了 我们再看看高尔基的简历 我们一块聊一聊 高尔基 外边放烟火呢 今天好像是西班牙的 一个什么节日 能听到吗 朋友们 西班牙的一个节日 这个是高尔基啊 现在很多人都忘了 他长什么样了吧 这哥们长得可不好看啊 长得挺滑稽的哈 长得挺滑稽的 长得挺憨厚 看看他哪年生的 1868年 3月28日 如果是如略利 不同的立法 如略利 他是3月16日 他生于俄罗斯帝国的 夏诺夫哥罗德 1936年 6月18日去世的 活了68岁 死于苏联莫斯科州 奥金 撮夫斯基区 这个有 汽科夫与高尔基 还有托尔斯泰 与高尔基 都是1900年 托尔斯泰 俄国有两个托尔斯泰 比较有名的是 列夫托尔斯泰 写的叫什么 战争与和平 我看看那个书 讲的是拿破仑战争 这个什么 库图佐夫 还是图库佐夫 是吧 什么那个巴格拉奇昂 是吧 还有斯大林 斯大林 1931年 与高尔基 高尔基的父亲 是一个木匠 四岁就去世了 在高尔基四岁的时候 他被他母亲 带回外祖母家 外祖父母家 就是他的娘家 被他妈带回娘家抚养了 他写过 福尔加和尚的倩妇 不是写过 是他外祖父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干过福尔加和尚的倩妇 后来干印染行业发财了 成为所在城市 印染行业协会的会长 有一定社会地位 高尔基的两个舅舅 没能成绩 副业 而是分家 分去了高尔基 外祖父的部分财产 但外祖父的家境 还是比较富足的 后来他外祖父因为大笔的放贷 因借款人破产而损失加到中落 把钱借给别人给利息 别人还不上了 高尔基十岁的时候 外祖父叫高尔基开始干活谋生了 老爷养不了你了 孙子你自己干去吧 自己养活自己吧 他十岁就开始挣钱了 一开始捡垃圾 抱歉 后来干过信使 邮递员送信的厨房里的杂工 跟我差不多 我也干过厨房杂工 还卖过鸟 售货员 我卖过衣服 卖过鞋 画圣像 他给人画圣像 这我没干过 船上的杂工 面包店的学徒 我在快餐厅干过 跟肯德基麦当劳差不多的 还有工地上的杂工 我在库房干过杂工 我九年半换了16个单位 晚间的看守人 那不就保安吗 我都干过 看大门 铁路职工 还在律师事务所中做杂工 我没干过律师事务所的杂工 我干过进出口的报官员 采购员 推销员 我全干过 他九十年代 1880年代后期 他来到喀山 喀山就是喀赞 达达斯坦共和国的首都 那边是达达人多 金杖汉国 哎呀 那他的这个简历就长了啊 我们先聊到这儿啊 朋友们先聊到这儿啊 这个关于高尔基的事 下边出了好多 什么列弗 达威多维奇 托洛茨基 弗拉基米尔列宁 全联盟先锋组织 就是少年先锋队 或者共青团 是吧 纳粹德国 苏维埃俄国 和这个红色中国都差不多 谢谢了大家 谢谢